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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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有甚麼是… 一想起馬來西亞 你就覺得要吃的嗎 我想是肉骨茶和海南雞飯 那你自己喜不喜歡吃雞飯 那你自己喜不喜歡吃雞飯 那一般的 因為我覺得香港那些 好像沒有一間真的很好吃 那我們今天就一天三餐 跟你去吃雞飯 一天三餐了 可以吃其他東西嗎 你覺得你自己會不會 最後會愛上 應該未必會 因為我都很尷尷 選男朋友比較尷尷 還是吃東西比較尷尷 吃東西應該比較尷尷 因為很多選擇 男生也有很多選擇 現在是早上九點 我們剛剛下車那裡是唐人街 我覺得通常在遊客區開的餐廳 都是服 第一間就是這間南鄉 Let's go 吃東西吃東西 剛剛進來的時候 我看到他們有寫他們是米之列 但是整間店 只有我們這台客 還有另一台兩個男人 是否其實 馬來西亞人不會早上吃雞飯 這裡主要是買三款雞 有脆皮釣燒雞 白切靚皮雞 招牌菜圓雞 不知道有什麼分別 想繼續支持我們BBL的影片 每月1號看劇 每星期隔天看影片 記得訂閱和按旁邊的小鈴鐺 有什麼分別 菜圓雞和其他那些 這個是酒地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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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是比較貴的 11.9 港幣20元 你在香港吃茶雞 點一杯椰飲料 也要20元 三樣都點完 試試有什麼分別 東西吃到了 可能只是五分鐘的時間 但是 我已經看到一樣 唉 都很糟糕 這個菜圓雞 有很多雞毛 還有很明顯 黑色的 這個菜圓雞明顯 很肥 這兩層都是脂肪 這個是烤雞 它的皮已經浸軟 一點都不脆 有點咬 香油膠的感覺 我預計烤雞皮是脆的 這個肉 是這麼多的裡面 最柴的 最乾的 先試這個 嗯 它那個雞真的很有雞味 不是雪藏雞的感覺 白切雞 先試試 不知道是否因為醬汁的原因 它這個白切雞跟香港的很不同 它這個明顯入味很多 而且是很送飯的感覺 這個油飯很好吃 而且這個油飯 我覺得它是 有點黏黏的 香港那些通常是 粒粒分明一點 很重的雞油味 所以令到它很香 我這樣一個飯 吸引過這兩個雞 我不用點那個菜圓雞 它又貴一點 有木工好吃 還要有毛 出來我才敢說 米芝蓮必被燈推介 我就不推介了 現在是下午的12點半 我們第二間要吃的雞飯 就是這間矮屋雞飯 是市中心外面一個叫做半山巴的地方 這裡就明顯是地道一點 還有剛才我們過來的司機 又說他自己平時都會過來吃 那就是當地人認證 這間是明顯熱鬧很多 其實有點像香港街市的熟食中心 它有很多間不同的店 然後我們這間雞飯就是其中一店 這裡的感覺已經給我的感覺是很地道 所以我覺得它一定會是好吃的 你最喜歡哪一個 全部都喜歡吃 全部都喜歡吃 那如果只選一個 是不是八斬雞 是不是八斬雞 每個人都是介紹八斬雞 對 八斬雞比較滑 滑一點 煙脂斬 這次是煙脆湯煙脆 煙脆 煙脆有沒有入過雪櫃 味道就不一樣 因為沒有入過雪櫃 所以很新鮮 對 最厲害的 差不多十二點就沒有了 試過九點半開 然後十二點已經賣光了 我們現在最後叫的就是 燒雞 八斬雞 還有菜圓雞 因為它的油雞已經賣光了 其實現在只是下午的十二點多 而它十點才開店 它已經有一本雞賣光了 我想知道是多受歡迎 一看下去是沒有毛的 好了 我現在試了燒雞 剛剛司機最推介的八斬雞 這個好像是菜圓雞 先試這個 我覺得三個都很好吃 它這個燒雞是超級入味的 看到顏色你已經知道它一定是醃了很久 超級入味的八斬雞 它的雞是超級滑的 雞真的很有雞味 怎麼辦 有沒有另一個形容詞去形容 一個好吃的雞 它本身底已經有些醃 好像不太需要蘸它這些 extra的東西 都已經很夠味 這個好像蔥味是比較重的 你吃得出 它可能跟蔥一起做 但這些上面的蔥 純粹是半碟的 就不是一起煮 但如果你說味道最濃 最好送飯的話 我覺得八斬雞是最好吃的 它們的骨的位置 完全看不到有血絲 或者有血水 這個雖然它的顏色沒有剛剛那間那麼鮮艷 但是它的味道 就這樣聞到還沒試 很香 仔細看的話 它裡面是有薑絲的 好吃 這個是另一種低油飯的味道 吃下去是明顯油過剛剛那間 大腹好吃 我自己喜歡這個 我剛剛那間 我覺得這間值9分超過10分 因為留1分 如果有些更好吃的 我真的要你準備好了 我不準備好了 認真說這間真的很好吃 但是我現在肚子已經受不了 我不可以再吃雞飯 還有我剛剛問 姐姐她說 晚上這裡是不流行吃雞飯的 我不吃了 天都還沒黑 今晚又要吃飯飯 你平時幾點吃飯的 晚上 都是6點 很深刻 師傅 通常那些雞飯店開到幾點 之前早上應該是9點幾十點 晚上幾不做 我好吃的是不做晚上的 真的 即是代表我們現在去吃的 是不好吃的 因為它去… 這應該是甚麼 甚麼 我不知道 師傅都沒有聽過 現在是晚上的 快到7點 我們現在來到第三間雞飯的地方 就這樣看 這一區 它有點像 余景灣廣場 這裡只有一間吃雞飯 我現在是有一點點餓的 但是 因為都是吃雞飯 我沒甚麼興趣 有吃雞飯 這間城記 又是 它只有兩款雞 八斬雞 和燒雞 我們現在是否要每樣都點 快點 快點 我現在過去點 我現在過去點 燒雞肉 唐燒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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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沒了傳統的味道 我覺得應該未必好吃 OK 好 所以就這樣看 好像是挺乾淨 但是 它這個八斬雞 份量好像是最少 同一個價錢 我們第一間 好像都有 至少19 試了這個 它的皮 看起來 我猜它比第一間脆 它的雞 像煮了很久 它的肉 很彩 它這個雞 本身自己 沒甚麼味 都是靠醬油汁 令整件事有味 好 先試這個八斬雞 它的雞皮 是沒味 但是很油 它的雞飯就是中規中矩 因為要吃雞 所以我會一起吃 但是不然我不會主動叫 怎麼辦 我覺得沒有一樣東西吸引到我 試完這間之後 我覺得師傅說得對 開得夜 其實真的代表它不好吃 因為好吃那些 應該一早就買完 根本就不會開得那麼晚 不要浪費 快點吃東西 你們 對 Panda自己有東西吃 我真的很好吃 經過今天吃完這三間雞飯之後 我又未至於是愛上了雞飯 但是也有一點改觀 馬來西亞的雞飯 我覺得普遍是比香港的好吃 因為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它那些雞 是本地的 就是新鮮雞 所以這裡的雞飯通常都是 比較重雞味 但是如果我一天三餐都要吃雞飯 是不可以的 是真的不可以的 你會 你會好像我這樣 吃到外面 其實我現在真的不是那麼飽 但是真的沒有興趣吃 我寧願餓也不吃 看你們不是吃其他東西嗎 快點 不是 是 是 沒有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